这一次的展览 作品还是很特别 当我看到 老师的画石的作品 以及Blue Rider 把这些新作品给我的时候 我还是很惊讶 尤其是当我这两天来到现场 前天下午 我与曹老师在现场 其实交流了很久 这个讨论很重要 我一直认为 与艺术家在工作室 或者是在作品前面的讨论 是最好的一个交流 因为我们在作品前面 可以把作品的细节 以及作品的隐含含义 都可以把它 就是有一个展开 所以我的讨论的主题是 天静之道 因为静是路 那中国文化讲道 所以从路走向道 我觉得曹老师 过去几十年的绘画艺术 找到了自己的艺术的大道 已经不只是各个路的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解题 那我今天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展开 一个方面是 曹老师绘画的视觉的生成 我想一个好的艺术家 跟别的艺术家不同 就有他非常独特的 视觉生成的机制 或者一套视觉经验 一看曹老师这些作品 就知道是潮起感画的 而不是别人画的 所以这个里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觉 我当然是 我把它说成一种 从关山水的庙道 这是我跟我的主题相关的 它不只是一个山水 它是山水后面的一个大道 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另一个方面是 还是从曹老师的 绘画的独特的质感 因为坦培拉这种质感 跟中国传统的预质感 以及跟水墨水产 跟宣纸 以及中国传统的整个的器物的造型 它的关系是什么 我想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那么我这两个方面 在今天都只是点到为止 但是我会讲一个 这是展览的一个细节 就是 在Blue Rider的 2023年的这个展览里面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曹老师作品的一个语言的贡献 这是在之前的作品里有 但是在这个展览里面 它会非常的明显和突出 那就是这个作品的名称 银子 就这个作品的名称 叫这个冷舍阴影 就这两张作品 前面有一张黑的作品 叫V型的结构 我想这三张作品非常好的 向我们可以看清楚 曹老师 包括这张作品 这个极寥的灰色 这张作品其实可以让我们一下子感到 曹老师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语言的贡献 就是把影 中国传统文化最微妙的 最神奇的一个虚影 画得如此的坚实 如此的优雅 这是我的 已经转化成一个抽象性的变化 但又不是西方的抽象化 我想这样一个语言的贡献 是我后面要注重展开的 好 我把前面曹老师这个绘画的路程 就是他的各种道路 简单过一下 就是从早期的 1980年代 1990年代 初期的油画 在这个系列 曹老师一开始画的就是废墟 不是一个现成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风景的 而是一个历史的残骸和废墟感 就是一种 呈现在视觉眼前的真实性 我觉得这是曹老师 很重要的一个质感 就是面对事物本身 以及面对风景 或者是面对历史化的场景 以及带有中国传统山水 文化记忆的那个所谓的山水 它是把山水 风景的废墟 把一个 然后是一个 山水的文化记忆 一个废墟的直接性 然后再把一个 他所直接看到的一个事实本身 他要把这三者 整合起来 2000年曹老师开始 跟亚美雷学老师开始转向一个坦佩拉的绘画 这两个作品是因为一个很坚实的 一个所谓的泰湖石 应该是很虚的 像水墨一样的 一个血 这样一个所谓的血的作品 就一个很坚实 一个很虚薄 一个是 轻轻地一抹淡影 一个是一个非常地把泰湖石的硬朗感 立体感坚实性都画出来的 我是想说曹老师能够把硬和软 把坚实和虚薄能够很好的 这样的结合起来 同时的呈现出来 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这个主要的部分 就是怎么从山水到去山水 虽然我们可以不必用去山水这个词 就是说看山不是山 这样一个阶段 那它是怎么来 那一种目光的塑造 我说过 我一个艺术家 他有一个视觉语言的贡献 那么这个视觉语言的贡献 到底是一步步怎么形成的 对于我们这种做评论的 或甚至做现象学研究的人 怎么把这样一个一步步的过程 能够通过图像 通过作品 能够还原出来 就比较清晰的 比较明确地还原出来 那第一步 就是写生风景的一种薄脱的垮面 就是从石块到纯粹的垮面的形状 我想说的是 曹老师的所有这些作品 如果了解 曹老师人都知道 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写生 都是有一个实在的 具体的风景的 就是如果说 我们从这些作品里面 也能看到一个写生的风景 就其实看不到 但是这是曹老师作品 不同于西方抽象画 它是有一个非常活泼的 具体的场景 过去长达三十多年的 写生的这样一个 面对自然的生动的训练 或者说直观的这样一个感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可是曹老师作品 又不同于那些 所谓的写生的艺术家 我一直把中国的写生的 学员派的训练 有一个问题 就是习作 不是一个杰作 就是从一个写生的习作 演变成一个 了不得的博物馆的杰作 这是从印象派以来 从赛场以来 一直要解决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中国的学员派 能够把这个问题 解决得很好的人 并不多 我不是妄断 我不是妄断 用通过曹老师 这个转化过程 他可以看得到 它并不那么容易 从一个活生生的 具体的写生 写实 就要到一个 有自己主观的 有自己视觉构成 有自己的色彩 有自己的形状 有自己的抽象化 转化 这样一个个人化的 独有的 潮式山水 或者潮式 就是绘画 这是非常难的一个转化 那第二步是 关于风景和山水的轮廓 它虽然是写生的 但是可是它就把它简化 简化成一个轮廓线 我们在这里面看得到 很多的作品里面 都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边缘的轮廓线 这个轮廓线的抽取 这个边缘线的 甚至带有某种起伏的 有节奏感的 这样一个边缘线 就开始简化了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一个轮廓的阴影 就是它是一个轮廓 可这个轮廓主要不是一个具体事物 具体山形的轮廓 而是阴影的轮廓 是光和影 黑和白 远和近 虚和实的 对不对 我们从这张作品看得到 那个阴影的那一面 反而是画得很具体 就把一些所谓的 一些很细微的 激励的痕迹画出来了 反而是所谓的阳的这一面 里面反而显得 就是一个灰白的这一块 就是这是一个颠倒 就是把影 把看起来黑的那一面 把看起来远的那一面 反而图出来了 这个颠倒 是这个转化 是很重要的这一步 因为这是跟我们的世界相反的 在影音上面 潮湿潮口把这个看起来 虚淡的 阴影的那一面 弱的那一面 远的那一面 反而给我们画得 非常的具体 那到第四个阶段 是边线的柔和 我一认为这个柔和的这一面 很重要 因为柔和的一面 才能把那种浮动的 阴蓝的气息 画出来 我刚才前面看过两张作品 一张太湖石的 非常的硬朗的那一面 也就是前面那个雪茎的 非常薄的 像一抹 我们艾奥莎 昨天取了个名字 说曹老师 可以叫曹一抹 就是轻轻的一抹 所有的微妙 无尽的味道 就在轻轻的一抹里面 全部出来了 就是非常难的 这轻轻的一抹 那这一抹痕迹 就在后面这一张 这一张作品里面 就是画的是 云的影头在山人上 轻的一抹 然后它会飘走 所以这个一抹 柔和的 薄薄的 像薄纱一样的 这个 就是把整个山石 把它虚当化 就是烟难之气 因为中国的山水 或中国的观看自然 它要充满着生机 这个生机是来自于 烟难的那个气息 就是所谓的 所谓石如云洞 就这么来的 因为石如云洞 它才能生动 那第五个就是 平原的切分 因为曹老师 一直在中国 从上的平原 有个非常 自己的个人理解 包括早期咱的 也就叫平原 这样的也有 但这个平原 我们看这一张的 影子这一张 它就是一个平原 包括前面那一张 海拔 四六 八七 它那个山的那个 打动了曹老师 就山顶那个平 这是一个真的 山顶的平 我不是虚构的 所以这种平原 包括那一张的 山的垂直 它这个 虽然像高原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 平面的这样一个杆 牙是为地平线 因为为什么是牙地平线 它有一种安稳感 安定感 它里面有一种 轻微的震荡 就像离战的 一核两岸 它是一种 很平原的 很平稳的 可是里面是水文 有种轻微的震荡感 有种轻微的震荡感 才是一种微妙的感受 这是我 今天讲的一个 主要的核心部分 是这样一个 五步的还原 那我现在就是 把这个五步的还原 后面讲一讲 但在讲这个 五步的还原之前 我还是想说 到底怎么去阅读 好几个老师的绘画 就像刚才 我其实已经讲过了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为什么 曹老师他有一套 自己的艺术的 视觉语言的 生成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 把这个生成方式 能够说出来 对大家理解 曹老师绘画 或者对我自己 去理解 曹老师绘画 是很有帮助的 那第一个就是 看自然的 地缘的风景 曹老师的作品 一直是写生 现在的作品 也是写生 而且很多的 风景还是南方的 还不是纯北方的 黄山 包括很多地方 对于直接的观察 与视觉的提取 早期作品 就是具象的再现 可是呢 他在早期作品 看到废墟 以及后来 用铅笔去画 小作品的 这样一个风景 后来又用 坦白拉的这种技术 跟中国传统 水墨的黑白 以及他的所谓 那种流淌感 以及水墨的那一种 在里面那种渗染 就渗透 这种纸的那种渗透感 一种渗染的 那种微妙的气息 他要在淡彩的 层层的这个叠加里面 把它填出来 这样一个结合 实际上 它好像是写生的 但实际上 在这个技术里面 它已经不成是写生了 不成是写生 那第二件事 是写意的富裕 就是第二件事后 它富裕了风景与山水 还是以文人的意味 以及崇高性 现在我们这个作品里面 那一张海拔那张作品 它却有种崇高感 其实在 老老师2000年 包括早期的长城 我们知道长城这个motiv 这个主题 这个动机 它就是崇高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 不是简单的一个 不是简单的一个 自然风景 它是长城 它是一个崇高性的意味 尤其是打动我的 其实我找到曹老师 开极玩笑 曹老师是我找到艺术家 就是我自己 真的是找艺术家的时候 就是在2018年左右 不是2012年左右 油花花年宅 在中国美术馆 当我看到曹老师 那张巨富的 奇米的广影伞 上面写下来 季康的与山居园绝交书 上面像个古琴的一样 那个作品的时候 我真是找到了 中国整个山水 或者中国新山水的 伟大的作品 我真的一个masterpiece 就是一个伟大的杰作 我一直这么认为 那个时候我就想 破鞋根是草食 我说怎么可能在中国 看到这么了不得的 有这么伟大的构想 已经能够用 能够把三巨园绝 直接写在画部上 这种大胆 我觉得这个构想 以及这个构思 是很了不得的 所以他把中国传统的 文人的这样一个意味 以及他的所谓现代性的 一种崇高感 以及他去表现 废墟的时候 那样一种挫败感 我想这个挫败感的 这个感受是很重要 但是我想是跟 曹老师的父亲 跟九月师派 跟中国现代性的 这样一个文革的 过来的演变 我想是修其相关的 尽管曹老师从不谈这个 尽管曹老师绘画里面 从不谈这些具体的历史 可是在这些隐含的挫败感 和一种悲怆感 一种悲剧感里面 他是在里面的 就是因为有这种悲怆感 挫败感和悲剧感 他才反过来 会用这种看起来很平淡 很空寒 这样一种感受去消解他 或者去转化他 或者是融化他 我想这个张力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早期的第一篇文章 我常常谈的不是平淡 不是超然 我谈的是悲剧性 我想这个底色 才是曹老师绘画的张力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其实恰好 是经过之前的那样一个 崇高悲創感和挣扎 才走到这一步 第三个是 杰拉宋代以来的 山水画的记忆 就不再只是眼前的风景 我因为是曹老师的很多画 看起来是一个 很具象的风景 其实是山水 就是把山水跟风景 叠在一起 这是整个二世纪 中国现代绘画的一个主题 我们说从明复眠 一直到赵吾集 尤其是赵吾集那里 看来是一个抽象的绘画 实际上他是把中国 传统山水的那个走势 一直到这个 不得寻等等 其实一直到后来的 上阳老师 包括邱世华 其实都是在 看起来是一个风景 其实后面是有 中国传统山水的记忆 但是怎么去叠 怎么形成自己的 独有的感知 比如说那张 我们说那张U型的 这样一个绘画 它就像一个雪镜图 它像王维的 那种雪镜图 这也不是王维的 所以说在这一上面 怎么去把山水跟风景叠加在一起 它就不是西方的风景 西方的风景里面 没有中国文化的这个山水的记忆 那么第四点就是 它的极简嘴的示威 我一认为中国的抽象画 为什么有问题 中国的写实绘画 为什么走不出来 中国的抽象 为什么总的看都像西方的 一个抽象画的复制 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反向示威 我们画具象的人 应该有抽象示威 我们画抽象的人应该有种很强的具体的 我们不叫具象 就是很具体的思维 只有这两种看起来是paradox 一种很悖论的这种感知 我们才能把绘画往生理去挖掘 因为是具象的 我们才能形成感知 但我们用抽象思维去做它 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 像艾奥莎的台湾的 他的那些画廊的朋友们 年轻的朋友们都会说 这有一股minimum 有一种极简的 有一种极限的底线的思维 它就是看起来是有抽象的 画的局部的激励感 也就看整个构图的那种切分 也就看整个这个U型和V型的构图 在音音上面 它就是一个抽象画 但它又不是抽象绘画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的思维 它为什么不是山水 不是西方的抽象画 因为它把空寒与荒寒的这个意境 又带到这个看起来是抽象的构图里面去 这些又不同 所以它也不是造物级 我一认为在造物级的绘画之后 中国艺术要走出第三个阶段 就是从早期的黄明洪 或者是前面是黄明洪之后 到第二阶段是造物级 主的群和吴冠忠 那到第三个阶段 那么不是超越造物级 就怎么走出一个不同于 造物级主的群的那个阶段 这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陶级港老师这样一个绘画 我就告诉了我们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它保留了中国传统的 山水化的空寒和荒寒的意境 但是它又是一个极简的思维 但是它又是把阴影 把这个虚的部分做得很坚实 这是赵欧基祖的群没有做的 这一步 我觉得这是超越绘画所代表的一个 新的一个阶段的贡献 最后一个就是气无感和触觉的提取 我就觉得曹老师绘画里面 会有点像中国器物的 像我们和这个白磁 和这个青磁的边缘 它有一种这种造型的简化的那种思维 它不是说就是画一个器物 也就是中国的预知感 中国传统文化有种预知感 它不是玻璃 它不是西方的玻璃 它是中国一种楼的幼 所产生的那种幼质感和一种预知感 它不是玻璃 它不是这个流理 就是因为它有温润的如玉的预知感 这是我想 这个五个阶段刚往前面讲的五个步骤 这是我说的比较学究一点的 这样一个演员的逻辑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作品看一看 好 这张作品 我们把这个图拿出来的时候 就不该我来讲 这是我跟曹老师前天在这里 我们把曹老师的 第一张是一个上面的展览的水彩作品 第一张是一个写生作品 第二下面这个作品是一个水彩作品 在楼上 第三张这个调合的作品是一个铅笔画 那第四张作品其实是 郭西的幽谷图 那这个第五张作品是荒寒 是早一点的 就是几年前的一个 这个坦白他作品 下面这个作品是我们看到的 白水U型 就这个作品 最新的作品 下面不是我讲 下面我想请曹老师来讲一讲 他是怎么可能 把自己从水产 水墨性 不是水墨 水墨性 从铅笔这个所谓的学员派的训练的功夫 以及到水产 以及跟油画 一步步整合在一起 就怎么转化 形成自己的语言的 那个转化过程 艺术家比我说的更准 更清晰 更明亮 下面我们请曹老师 简单说吧 就是这种转变 就是从长城那批纯粹的油画 转变到山水 这个过程的中间阶段 就是这张铅笔的山水 这是一个偶然的发现 就是我在画这个长城油画的这个过程中呢 用一些小的纸 用铅笔呢 就是在这个小的纸张上 就是尝试着画一些 就是有一些中国山水图示的 那么一种风景 比如说把长城也画成 像一个锅西这种 从上到下竖长条的这种形状的构图 就是在这个构图上 就有一种山水的感觉了 就是就可以从这个大的世界上 感觉这张画是贴近于山水的 不是简单的一个写生的风景了 在图示上有这么一种特点 然后就画了一张这个 现在这个 这张山水 这是一张很大的 三张整开纸拼在一起的 也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把山水的构图 这种图示的特点 用这个现实中的这些山石的形状来替换 在实际上 感觉它是一张山水 但实际上它又是很写实的一张风景 所以这张画里就有两个感觉了 既有山水的感觉 又有风景的感觉 从在这个之后 就有这种山水和风景 这种结合的可能性了 但是还要把它转到油画上 那个过程 我是在 也是在纸上 先用铅笔 画一些铅笔的痕迹 这些排笔 类似于铜板画的那种效果 然后再用 丙烯或者油画颜料 在我一部分的覆盖 就有些地方会流出铅笔的痕迹 有些地方 它是油画的颜料 就做了这么一种尝试之后 我又接触到了铅笔 因为铅笔它是 铅笔的之后 它会比油性的呢 更容易有阴影的效果 产生这种水墨般的异味 所以就画了一段时期的铅笔 铅笔画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经常要带学生下乡 下乡开始的时候 就没有画写生的这种欲望 后来因为既然下乡了 在那个山里 不画也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就尝试画一点 所以那时候开始写生画的多了 本来他上学的时候是画写生 后来就不画了 后来自从带学生下乡 这几年又把写生等于是几年 写生的过程中 就还是有带着一种 就怎么样把对象 不是简单的一种写生 融入一些像山水的这种追求吧 所以那一张 头一张就是在下乡写生的时候画的 因为它是水性的 它可以保留一定的水墨的这种感觉 但是它又是个非常写实的景 那个之后就逐渐进入到这个坦培拉的这个 运用的这个阶段 这还是在上美院的油画系的材料工作室的进修的时候 接触到这个坦培拉这种材料 因为它这种材料和丙烯相比呢 它有更好的那种温润的意味 不像丙烯它是化学合成的 它会有这种测调感 它不会有这种很润的这种意味 所以当时就用丙烯 用坦培拉把丙烯替代了 就从此呢 创作就不再用丙烯了 但是写生的时候还是用丙烯 毕竟丙烯携带比较方便 进入丙烯之后 开始阶段还是追求一种 山水的那种巨帐式的构图的那种意味 当时画了可能画了几年 这种典型意味的这种山水的绘画 后来去离趟高原 去离趟高原 高原的景其实是和内地这些景很不同的 可以说是我是开始从低海拔 低海拔的南方的景 巨帐式的高原式的风景 逐步步往上进入到高海拔的一个 挺远的有这么一个过程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脉络 进入到平远之后 自然你会感到感觉到一种 单纯的这种气象 不像你进入黄山或者进入华山的那种 山水很压面的那种感觉了 它就很开阔了 自然你就会有一种要单纯化的这种要求 所以后来这些作品逐渐就进入了这个 追求简化单纯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是从2020年台北的展览开始 那个就有一个极简的倾向 一直到最近这两年的作品 可能这个倾向就更明确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脉络吧 这一张就是《荒寒》2021年的 就是上面我说的这一个一抹 一抹 一抹淡影 就是很柔软 淡影 就是曹老师这个非常独特的一种 绘画的气质 好 我就把这个刚才说的五个 视觉的演变的过程 把它过一遍 就第一个从写生风景的这个垮面 从石块到知识垮面 有时候大家一看 左边这一张看到是一个山的石块 可是到右边这一张 其实就是垮面 就像抽象的山大块一样 就在我们看到的 只是这个体积的体量 当然在这个体量 你们看到黑白灰的一些变化 所以这是一个简化的方式 就是在他的眼睛看来 不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的风景 左边这一张看 还像一个比较有点具象的一个风景 甚至像一张拍得很薄的照片 可是右边这一个 其实就是山大块 就是像这黑白灰 就是这个垮面来进口起来的 就是显得有点薄透的感觉 后面那一块就显得薄透一点 第二个就是轮廓 我说就是轮廓 就是把简化成这个山的这个 斜线的轮廓 而且这个斜线会显得比较硬朗 一方面显得比较硬朗 就像几何形 这个几何形就是一种抽象诗围 就是在看山就像晒上碗漆 看的是一个圆柱体与球体 它看到就是一个斜线 就是甚至三角 包括右边这一张 它还是会使它显得柔和 但是它的边它不能怎么样 这个边它那个边非常的柔和 我们仔细看这个 这个右边这一张 非常像这个杯口的形状 就像一个气形的 那个杯口的形状 或者像一个家具的 这样一种边缘的感受 我们倒是会看的这个 然后就是轮廓的阴影开始出来 就我刚刚所讲的 反而是这个阴影 就我们下面这一张 最下面这一张 反而这个山 就是被整个阴影所笼罩的 这个山 成为主导 在画面上成为视觉的主导 甚至说我们说这边的这一个 右边这一张是远处的 就是看山的时候远处的那个边 越来越暗的那个部分 反而在上面被突出出来 就是我说的反转是远的重要 是这个所谓的阴影的部分 比看着阳光的一面更重要 就这个反向的这个思维 其实是蛮难的 别人认为艺术不是日常思维 就它一定在艺术家 在某个时刻有一个反转 前面那个反转是抽象 就是里面是一个具象的风景 可是我用款状去看它 第二个在这里面 明明是我要看到阳光的一面 才去好绘画 可是我画阴影 当然我们说从印象化以来 也是画阴影 但是把阴影的部分发得如此的坚持 就下面这个 非常的坚持 把它涂入出来 我觉得这是曹老师 在山水和风景里面的 一个质的改变 就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垂面 到第四个步骤的时候 就是我说的柔和化 在中国传农画里面 我们说石如云洞 为什么米石云烟 南方的米石云烟 带着整个北方的腐皮村 是因为董基昌认为 南北中是在一说 山水药石如云洞 表现出宇宙的生机 就米石云烟那种流动性 那种呼吸感 那种变化 才能看得出来生动 一块僵硬的石头 它是不生动的 就没有生命的 所以中国文化 还是一个普遍的生机主义 或者说一种宇宙的生动 生命的活力的表现 好 那么在中国传农画里面 要表现这个石如云洞 就是把它表现像烟一样的 像云烟一样漂浮 可是在潮石这里 并不是山水画的云烟的表现形式 因为它是淡产 它是坦白拉的 画很多遍 可是它画的时候呢 它也把这种石头的硬朗 画得很柔软 就像一头薄纱一样的这个作品 这种《云洞》一般的这个作品 其实是很大的 就是潮石 是很宽很大的 两本其实像那一张那么大 这张我把它压说的 所以说 没有那么那种真正的 当然这个拍得也不是那么好 这个看原作 真是一个很薄的 像一个沙在那里飘的感觉 像一个沙巾在那里飘过 包括右边这一张 把这个一抹的这个影 画得如此的柔和 优美 我想这个柔和感 又是一个转换 就是把重的石块 画得如此的柔和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平远的切分 这个黑白灰的这个切分 也就是这个亚洲 它为地平线的这个视觉 就是刚才潮石所讲的 它心狂生意 它因为 为什么中国常常 高远深远平远 为什么后来主要是以平远 取胜 包括国西的很多图都是平远 就是因为平远 刚我们看到一个平视 中国人讲什么叫平安 中国人讲平定 所以中国人对这个平的这个追吻 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很独特的心理也好 或者是视觉本身 可能就是追求视频把吻 但是它又不是简单的 因为它有轻微的这个 我们说这张作品 有轻微的波动感 轻微的震撞感 在这个平文里面 有轻微的震撞感 这才是它的微 我说那一张的U型 这种柔和感也是 它也是这样的 所以平文我会不会讲到 它是一种敞开 它是整个跟这个意境的 这个精神性的需要是有关的 好 就是这张微型构图 我们看到整个都是阴影 这边是一个很山脚的 那不就是这样抽象画吗 一个黑色山脚 这边是一个稍微有点弧度的 这样一个左边的 这样一个也是可以说 是一个弧形和山脚的这样一个构图 这好像下面一个黑的线 其实就是一个峡谷 对这个黑的线的阴影投射过来 它导致了把这一块 就是把这一块和这一块分开 那么这一块就 它本来是很硬朗的一个山脚 是很硬朗的像石头一样的山脚 因为这个阴影的切割使它浮动起来 包括上面这个白线 是这个山脚 使它具有一种浮动的轻盈感 所以整个画面通过这种切割 是达到一种非常微妙的一个 内在性的空间的一个浮动 这个浮动是画面的内在的一个 一个呼吸感的透明性的表现 就是把空气感 把透明性画出来 是这张作品 影子这张作品 这个灰色很漂亮 这个灰色很漂亮 我说我把这个作品 我把这个平原的作品和影子的作品 跟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两张 上海博物馆的 在这个赵宫府这张 从江蝶杖头 就是下面这一张 有人说是赵宫府画的 有人说不是 就叫《无性清远图卷》 下面这一张 我们看这个构图的时候 这种所谓的三角形 以及这种雪的那个雪堆 在不同的前景后景的表现 其实以及它采生了前后的 这个节奏感 其实在曹老师作品里面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 这样一种节奏感的表现 把这些作品找出来 包括这个王伯的这张雪军图 我们跟那个雪军图的对应 巨然的这张雪图 以及米府的这张 春山内松图的这个三角 就是这种造型 我们是一个在曹老师的作品里面 是一个看得到的 当然它只是构成一种隐隐约约的 文化历史的记忆 它并不是直接地去挪用这个图像 这是跟只是用符号的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曹老师的绘画 不纯是中国那些所谓的 图像化的关联艺术的挪用 它是把它转化为一个内在的造型 包括上这个下规的就是所谓的半边 曹老师很多构图是有半边的感觉的 就是一半 那一半在一定上面 其实包括这一张的 包括这一张的这个微型构图很多 是有一种所谓下半边 马一角 这种一半的这个构图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中国山水特有的一种构图方式 包括这个米氏云烟的 董继昌的这种仿骨的 尤其这一张 右边这一张 它对王伯的一个诗意图的重构 这是所谓看的一个很 像绑画一样的 很很硬朗 同时它又很空灵 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留白 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硬朗 同时右枪是一个留白的 这样一个结合 这也是中国山水画特有的一种 由于留白和山石的结构所带来的 这样一个独特的质感 曹老师关于自己 关于坦培他的这种画法 以及他所带来的一个独特的过程 他要达到一种所谓的难度 高度的难度 以及达到一种 通过仿佛的画之后 达到一种预知的触感 通过水墨造型的方式 保持这种余流的痕迹 我觉得这个是 我就是我说的一种感知的深度 曹老师在坦培他的画法里面 把文化历史的记忆 把一种抽象的这种构图 这种所谓的造型 再把这种仿佛的画之后的 这种反转 把阴影画得坚实的这种方法 来形成一种感知的深度 因为我们从晒上以来 西方绘画以来 在绘画上面 在一个二维平面上 最难做的是 做出一种深度感 做出一种感知的深度 在曹老师作品里面 把这种深度做出来 最后我谈第二个部分 就这种预知感 预知感其实是 中国传统文化 只有中国传统文化 有一种漫长的预期时代 从公元前六千年 一直到汉代 中国有一个漫长的 预期的传统 这个传统就是 把要看起来的石头 就打磨成一个光滑的玉 就佩戴在身上 使它温润 以及通过持久的 这个石头的把玩之后 形成了所谓的包浆感 这种包浆的质地感 这是中国 人特有的一种质感 我记得我做了 十多年的策展 包括我也做过 很多虚薄艺术 虚色美学 有很多人问我 或者说夏老师 你做这个策展 你做评论 你觉得中国绘画 有什么贡献 那我可以简单告诉大家 就是玉织感 就是如果在绘画上面 能用自己独特的方法 把一种温润如玉的 时间感 做出来的艺术 就是中国艺术 我觉得赵无极的问题 是没有把这个 玉织感做出来 因为赵无极后代的绘画 因为他用油画颜料 用笔细 还是没有完全做到 那种 就是那种非常像 玉一样的 那种温润感 我觉得赵无极 做的事情还是那代人 还没有做出来 或者说他出国以后 还是跟这个远了 尽管他出生于氏族家庭 但还是跟这个 温润如鱼的 预知感远了 而我最近做的 十多年做的艺术家 包括上阳老师的 小的绘画 包括邱世华的作品 包括刘国夫的作品 我就这几个人的作品 都是把这种预知感 做出来 而曹老师是用 最复杂的 一个坦白拉的 这种方法 把这种预知感 做出来 他拿着黄命红早期 他说中国传统的水墨 绝对不只是 一个简单的黑白 它是有颜色的 它是墨影色 与摄影 出土的玉器里面 就隐含着颜色 包括宋池的预知感 就是白池和青池的 那种预知感 后面那种 明石家具的边缘 和这种树工 就是边缘的呼吸感 就是这种边缘的呼吸感 都是跟明石家具 那种非常微妙的 看起来是平的线 其实是有一种轻微的 起伏感 就是把呼吸感 所以把呼吸感 把预知感 画出来 我觉得这是中国绘画的 一个贡献 因为这是中国人 特有的一种质感 就是把这个 我们说把 红山文化的玉器 把清代的清池 把一个所谓的 这个预知的 这个玉片 第二个说的玉片 这是一个 玉虫的玉器 这边是一个 台北故宫的 清代的池器 我还没有找太老的池器 清池 没找宋池 这个是我也是在台北 公公拍的白池 甜白的 左边这边是定谣 右边这边是 一个明代的甜白 就是白池的一种 叫甜白的 独特的池器 你们看这个边缘 就是看这个边缘的感觉 这个弧度 就是看这个 像这个池器的 这个边缘的弧度 跟曹老师这个绘画的感觉 它是相关的 我不认为说曹老师 一定就说 包括内脏的 U型的这个 很细柔的 柔和的这个边缘 这是西方人没有这种 很柔和的这种边缘 西方人比较 平衡圈 比较硬边 或者一种偶伐性的 刷的时候 动作产生了痕迹的造型 可是在曹老师的作品里面 它的看起来是一个硬边 可是这个硬边 实际上是有轻微的起伏的 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弧度 这个弧度实际上是要 这种柔软的 就是一种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它 却可能非常的轻盈 它为什么要 这种 一种婉转的 柔和的弧线 因为这种婉转的 柔和的弧线 它才能是一个重的物体 打造轻盈 整个轻磁和白磁 它放在那里 它一方面很稳 可是另一方面 它是要生起来的 因为它是 也跟他说 喝茶可能不是人间的事情 喝茶是神仙的事情 因为神仙是以烟 作为食物 神仙吃的食物 不是我们人间的肉 它是以烟气 烟蓝之气 这是神仙吃这个 掺风引路 那么这个弧线 它才是有一种轻盈感 它是把整个 这个石头的重量 这个山的重量 可以变得 实在变得 好像我们可以去把玩它 好像可以去 使它柔和地 去转化 去变形 我想这样一个 独特的气形的 这个触感 这个弧线 使中国艺术 由于它的修养 所导致的一个潜移默化 也许曹老师 没那么直接 像我这么说的去 但是这种潜移默化 是在骨子里的 尤其当你的修养 到一种实惠的时候 它就会在你的绘画里面 体现出来 包括这个整个 明世家里的这个边缘 包括我们说 这个 下面这一块的这个弧线 以及整个 看起来的这个平原 你看它整个 不论在哪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弧线的 在这个边缘 它都是有弧线的 它觉得不是一个 简单的直线 所以这样一个 从直线到弧线 这个转变 在潮池绘画里面 其实 每一个里面 包括这张印语的画里面 它也不是一个直线 它也有一种轻微的弧线 我觉得这个弧线感 是潮池绘画里的柔美 所以它显得 很东方形的这种柔和 就是以肉刻钢的这种味道 好 最后我想说一下 这个 潮池绘画这个形式语言 分析之后 它是后面隐含了一种精神性 我们说绘画 它出了形式 出了色产 我今天的讲 报告有一个缺陷 就是我们要谈 潮池绘画 我觉得那个会有机会 我们单独的讨论一下 潮池的这种独特的带有 中国色的黑白灰 有一种青磁和青绿的颜色 以及把黑白灰的这种切分 包括白色的一种冷感 我想 我想这一次我们没时间讨论 我想说最后想说的是说 这是一种实际的艺术 这是一种实际的灵念 它带有一种古旧感 它看起来 它是有一种古旧感 像这个灰色 它有一种 这种古色 它不纯是一种现代人的色调 它看起来好像很遥远 没有时间感 这个灰色感 其实在晚明的建江那里 它在那个石头的裂缝里面 都画出这种灰色 我们说心如死灰 在这里面它有一种 有一种颓败感 有一种古旧感 可是它又使它画得富有生机 把这种实际性的褒姜感 要给我们画出来 这是整个因为它层层的 这个坦白大的画画可以把 苍茫与温润 就是它一方面显得很古旧 显得很苍茫 可是另一方面呢 它又显得很秀雅 画很好看 就是因为它能把这个 背反的这种时间性画出来 这种苍秀 其实它是很难画出来的 最后就是平稳 这种平稳的平原 它所带来一种超然 我想曹老师去西藏 可能感受得到 以及曹老师自己内心的这种安宁 各个的一种精神的气质 所达到的一种束弹 因为只有这种平原 我们看这张影子 当它是平原的时候 它上下全流开 一流开以后就是心旷神 所以把中国传统的留白 通过这个牙缩 这个中间的这个平原 把它牙缩到中间这一块 把上下的留白全打开 就让我们感到一种心旷神 对整个现代性对这种敞开 对空谷的这种经验 这是很值得哲学思考的 那最后在中间之前 我说一下这个阴影的部分 我就结束我今天的这个讨论 我已经说过 这一张叫影子 这一张叫冷色的阴影 这一张叫寂寥的灰色 那个前面那一个 也是微型的结构 基本上那一张 其实都画的是影子 都画这个影子 包括那一张的海拔那张作品 它的右边的那个灰的部分 也是阴影的部分 也是影子 也是山的阴影的部分 所以这些其实 所以整个这个系列 我觉得曹老师在这个阶段 有一个非常的 了不起的贡献 我们说阴影理战 阴影理战 在中国艺术的奥秘 就是画这个影 就是把这个影 我们是画竹子 我们不是直接画竹子 我们是画竹子 在墙上的投影 但是中国话又不只是画投影 不只是画竹子的影 它是画在天光云影中的影 就是它随着这个云影天光 在恍惚之中 变化的那个影 所以就是虚影 是影的影 我想曹老师在这个作品里面 把影看起来是一个 飘忽的 恍惚的 要消失的一个影 画到如此的坚实 这个投影 它是一个影的轮廓 它是影的淡淡的一抹 一抹痕迹 它是影变得窃分 就是一种节奏去窃分它 它把影变得 无比的坚实和硬朗 它最后把影画得透明 画得一种 无比的透明和干净 和纯洁 就像一个玉的白玉一样 在洗涤我们的心里 就是那一张白色U型 所以这样一种 很空明的 很薄的 很淡雅的 很空寒的 这个新的绘画 我中国说这种新的绘画 可以确实对我们的精神 有一个洗涤的作用 我想这是中国绘画 所以要达到了一种状态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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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